HELLO,我是水磷,歡迎來到水磷的新手招數人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的是如何快速的從無到有 使作我們的Node.js 會被API後端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安裝我們的Node.js 所以請大家去還沒安裝的請記得去觀望 去安裝我們長期支援的一個版本 就是我們最新的Node.js也是可以的 接下來安裝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開我們的MISCO的一個終端 那在這邊我們CLI的CMIS床我們就可以輸入Node 如果還有出現Welcome to Node.js 那就代表我們已經安裝成功囉 後面就是我們安裝的一個版本 好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我們第一步 首先呢我們一個Node的專案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環境設定嘛 告訴我們那個專案是要怎麼跑 那名稱是什麼,什麼是描述 那我們就可以打上這個npm init-y 它就會幫我們產生一個環境設定檔PageStation 明天就包含了我們的專案名稱、專案版本、描述 跟我們要啟動的一個檔案這個man 就代表它要初始化的一個檔案是什麼 那這時候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要去創造我們要啟動的一個伺服器的檔案嘛 所以呢我們就去new file 然後輸入我們的index.js 輸入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我們的Coding囉 那我們在Coding之前呢我們還需要做什麼呢 我們需要去安裝我們今天的一個主軸 我們要安裝這個node mount跟我們的express 那這個呢是去替我們監控並且自動刷新設備一個套件 另外一個呢是express 它是我們後端非常好用 可以快速製作我們API的一個後端Program框架 好,首先呢我們使用指令然後呢去安裝 安裝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看到PageStation這邊呢 就會出現欸我已經安裝這個依賴了 所以呢當你安裝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確認到底有沒有裝成功 好,有之後呢我們就繼續安裝第二個express 好的,兩個人做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PageStation這邊 我們去在腳本這邊輸入我們要啟動伺服器的一個指令 因為我們使用的是node mount 而不是一開始的方法 所以呢我們就使用node mount去啟動我們的index.js 所以當我們輸入這個指令的時候呢 它就會去呼叫node mount啟動我們index.js這個檔案 我們的環境都布置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coding囉 快速的去coding出我們想要的一個web API server 第一步呢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的coding非常非常的簡單喔 我們去做一個import importexpress 然後呢這是新版的ES寫法 什麼是ES寫法呢 我有特地做一個比較的教學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在舊版的我們的ZS呢 很多人看到的專案呢 理念都會是舊版的寫法 什麼是舊版的寫法 什麼是舊版的寫法 舊版的寫法就是它會出現我們的require的應用方式 這是我們舊版的 舊版的 commandZS的一個寫法 就是commandZS模組寫法 新版在頁面上我們所看到的專案呢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ES模組 所以我們使用ES模組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在pagesession裡面呢 去加入我們的type module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是要記得在我們的pagesession這邊 加入我們type module 告訴他我要使用新版的import這一個寫法 import這一個寫法 這樣我們才可以在這邊使用import 新版的寫法去import那個express 那舊版的寫法呢 我們就不用了 這邊我們就暫時隱藏 這邊是給大家做一個科普跟比較 因為呢大家以後在工作呢 可能都會遇到舊版的寫法跟新版的寫法 所以我建議兩個都要學 那具體有什麼差異呢 這邊我就做筆記 幫大家很好的去辨論 如果不熟的朋友呢 我在裡面停留5秒 讓大家可以想一下看一下 暫停影片呢 去看一下這些的差別 如果我不懂的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都會盡量回覆 好 接下來呢我們就繼續 繼續我們的下一步 我們繼續我們的試作 這邊前置作業都做完了 把它改成ES模組 並且呢我們輸入我們的啟動指定腳本 接下來呢我們做coding 你po完我們的express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做我們第一步 我們要去把它new出來嘛 把它new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我們的 cast app 先去宣告 然後幫我們express 讓它等於這個app 並且呢我們要再去宣告兩個東西 就是呢我要開在電腦的哪一個po 那我就把它指定這個835po host就一般的0.0.0.0 好之後呢 我們就透過我們的express裡面的function 它有一個app.list 透過這個list呢 我們就可以去監聽 監聽我要開在哪一個po 在電腦裡面開一個網頁 開一個網頁跟server 好 好 這邊輸入下去呢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開好了 非常快速簡單的教室 那這時候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呢就可以去啟動我們伺服器 大家還記得我們剛剛在這邊嘛 我們做了一個npm-star的一個指令 所以呢這邊我們只要輸入npm-star 那它就會透過nodmon 幫我們啟動這樣的伺服器 並且呢 我這邊已經輸入好一個console log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邊印出來的console log呢 我們用ctrl加click 我們就可以開啟我們的網頁 好的 我們就看到說 我們已經做好最基本的一個網頁伺服器啟動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我要做最簡易的API嘛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會顯示 cannotget 那我就是代表說它還沒有任何的API 我也沒有任何的回傳 我就只是持不記得起來了 我可以連到這個網頁 但它沒有內容啊 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內容呢 接下來我們就試做最簡單的get 也就是我們的get加hardword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輸入 app 你用這個press 然後使用它裡面的get 這個get 這個get呢就是我們一般API最常見的getposter的get 好 然後我們後面可以輸入我們的路由路徑 這邊我們就用 iesssend 做一個寫實的 哈庫字穿 會穿HelloWord 我們寫好之後呢 我們來儲存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NodeMount就自動幫我們刷新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用NodeMount這個套件呢 因為它可以自動幫我們去刷新我們的伺服器 當我們儲存完檔案之後呢 它就可以幫我們重啟 這時候我再打開網頁 我們就能看到 HelloWord了 HelloWord了 所以這樣就快速的起一個後段伺服器的server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我們想要的API 同理 如果今天呢 我想要幫我朋友做一個網站 那我想要回傳資料 那怎麼辦呢 比方說我今天想要回傳的就是食物嘛 Food 那我這邊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API回傳說 你愛的食物是 是什麼呢 可能是 丼飯拉麵 那可能就是 我們就說 你愛的食物是拉麵 那到這邊呢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我們快速的起了一個node的server 並且我們透過express的一個套件呢 去快速的做我們webAPI的一個get的API 開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去做我們 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網頁看到 如果今天你是有設Domain的 你就可以把電腦對外開放 比方說我的Domain就是這個 www.dds.mt 那我開在哪裡呢? 我開到8355POL 所以我就輸入8355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個網域 然後對外開放 這時候呢 只要任何人在這邊為了對外開放 他就可以在別台電腦、手機、檢圈上 然後去看到我的網頁跟我的Server 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後段文件教學囉 那這些東西呢 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都不用去讓大家看打字的流程 為了讓大家更專心 更好的一個學習 喜歡我的影片教學呢 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是水凌 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有問題呢 就會今晚回覆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神經病 跟他說, 就好適合 那是一瞬間的